真是乌鲁偏逢连夜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8月4号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爆炸事故 截止到我拍视频的时候已经有135人死亡 5000多人受伤和失踪了 导致了30多万人无家可归 目前还是在紧急救援当中 这个事故的起因是什么呢? 按照现在的调查结果显示 主要的罪魁祸首是当地扣押的一批2750吨的硝酸鞍 所以这又是以起由化学药品引发的爆炸事故 硝酸鞍可以说是很常见的化学药品 主要就是用在制作工业炸药上 之前比较常用的有一个鞍T炸药 就是硝酸鞍和TNT混合而成的 但是TNT的污染性比较强 它会污染环境甚至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现在的工业炸药逐渐以不含T的硝鞍炸药为主 主要其实就是硝酸鞍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硝酸鞍的化学是NH4NO3 直觉告诉我们 你看这里边两个N就是两个氮 是不是它的含氮量就会比较高啊 而氮、氮、钾这又是植物最最需要的三种肥料 所以硝酸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被当作高氮肥 再加上硝酸易溶于水 合成还简单 原材料还便宜 所以早些年比较受欢迎 就是我直接在播种的时候撒上点硝酸鞍 然后一浇水就完事了 后来有一些民间高手搞事情 就把硝酸鞍和柴油混合在一起 做什么呢?做鞍油炸药 那还聊得再后来硝酸鞍就被列为民用爆炸物品了 它的出售和监管目前都是很严格的 然后现在的氮肥也被尿素或者改性过后的符合肥所取代了 那说硝酸鞍为什么容易爆炸呢? 因为硝酸鞍预热可以分解 注意咱们说的是可以分解 都不是容易分解 常温下不行 只有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才能分解 并且温度不同 分解的产物也不同 反应的速度也不同 如果温度达到了400度以上 才有可能会发生爆炸性的分解 并且硝酸鞍对于撞击来说也不是很敏感 所以硝酸鞍其实是很难引爆的 硬要说它是炸药吧 它都有点不够格 按照敏感度来划分 也算是极其顿感的炸药 有点像老实人 小来小去的 你怎么惹我都行 但是千万别把我惹鸡眼了 这次的爆炸就是这样 硝酸鞍这个仓库并不是主要的事发地 而是隔壁有一个仓库 可能是装了烟花爆炉具体是啥他们不知道 然后据说电焊的师傅在焊接仓库门的时候 不小心就把这个仓库点燃了 所以先是发生了一次小型的爆炸 这个爆炸本身威力不是很大 只是起火了 于是很多人就拿起手机开始拍摄了 这件事也告诉我们 别老是看热闹不显事大 由于小仓库的爆炸和燃烧 怎么样呢?就形成高温条件了 从而间接的惹恼了隔壁仓库的小酸 2700多吨瞬间爆炸 这个爆炸的当量相当于2400多吨的TNT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小型的蘑菇云 和一个波及数十公里的击波 这个蘑菇云是怎么产生的呢? 爆炸中心几乎是在瞬间产生了大量的高温气体 这些高温气体就会快速的上升 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会在顶部形成窝环 这就导致短时间之内爆炸中心上空的这一段区域内 就会形成接近真空的状态 因为热空气都往上跑嘛 那一真空会怎么样呢? 其他地方的空气就会过来补充 主要就是两侧的相对来说低温的气体 并且带着地表的灰尘和沙粒 冷空气的汇入又会使高温的水蒸气凝结了 于是整体高温气流的窝环走向 就会以白色的云的形式体现出来了 由于形似蘑菇而得名 这个柱叫做蘑菇梗 但是其实蘑菇云只是看起来可怕 而在这种爆炸当中真正可怕的是激波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冲击波 这个冲击波主要是会在波前产生一个封面 这个封面处介质的物理性质会发生越变 几乎是瞬时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扛不住的 其实也好理解 我们简单的展开来说一下 比如说你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然后大喊了一声啊 那这个声音就会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 但是咱们想象如果说你爆炸了 那就相当于说你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了 同时你还喊着 这就是波源也在传播 然后波也在传播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撵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啊 当你的速度和声速要是一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声音会集中在一个面上 这就是这个封面 如果波源的速度要是大过了波的速度 那就会形成激波 有同学说这不是音爆嘛 对啊 它就是音爆 但是你想象一下 就是你经过的这些个物体 第一种情况下 就是你不动的这种情况下 它听到的声音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还好 对吧 但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封面熄来的时候 那就几乎是瞬间从无变有 这就叫做越变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冲击波经过的地方都是让音爆炸了一下 一点不夸张的说这就像极了古时候的内功 不是说打你两下这么简单 直接损伤的是我们的耳膜 五脏六腑等等 所以冲击波才是最大的危害 真希望类似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了 由于硝酸炎引起的爆炸太多了 事故还都不小 所以我们对于化学药品的存放一定要倍加小心 同时我们民众也千万不要热衷于看热闹 这都是血的教训 好吧 祝各位平安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欢迎各位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见 拜拜